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躺在叶子上 星期天的早上 暖和的太阳升上来了 啵的一声 一条又小又饿的毛毛虫 从蛋里面爬了出来 他要去找一些东西吃 星期一呢 他吃了一颗苹果 星期二吃了两个梨子 可是他还是觉得他的肚子好饿 星期三呢 他吃了三个梨子 可是肚子还是好饿 星期四 他吃了四个草莓 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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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是呢 吃完啊 肚子还是觉得很饿耶 于是啊 星期五呢 他又吃了五个橘子 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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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吃完了呢 他还是觉得肚子好饿哦 于是啊 他就再吃了一个巧克力蛋糕 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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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西瓜 啊嗯 哇 那天晚上呢 毛毛虫啊 把所有的食物都吃到他的肚子里面咯 可是啊 他发现他的肚子好痛好痛哦 第二天呢 毛毛虫啊 就吃了一片又大又嫩的叶子 啊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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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把全部的叶子都吃光了哦 哇 现在呢 毛毛虫啊 已经不再是小只的毛毛虫了 他是一只又大又肥的毛毛虫耶 毛毛虫啊 他就把自己呢 盖了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叫做简 把自己呢 包在里面睡觉哦 过没多久啊 哇 小朋友 你们看毛毛虫变成了一只什么呢 是一只漂亮的蝴蝶哦 哇 今天呢 Miko老师分享了这本故事书叫做 好饿的毛毛虫 谢谢大家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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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